4月6日美国总统拜登宣布从4月19日开始 全美所有成年人都有资格接种新冠疫苗 他呼吁美国人在未来几周内不要放松警惕 因为近来每日新增的新冠病毒感染人数持续增加 此前拜登就曾指示各州在5月1日之前 使所有成年人都有资格接种新冠疫苗 而拜登4月6日宣布的新截止日期 比之前的目标早了两周 不过白宫新闻秘书詹·普萨基表示 每个成年人从4月19日开始获得接种的资格 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在4月19日接种到疫苗 拜登曾指出受产量限制直到5月底 美国才会为每个成年人提供足够剂量的疫苗 普萨基说美国本周将分发2800万剂疫苗 比上周下降15% 美国财政部7日公布了配套拜登基建宣言的税改计划报告 着重于取消离岸投资激励措施 减少利润转移 反击公司税领域竞争 并为清洁能源生产提供税收优惠政策 这份未来数月将和拜登基建计划 一同闯光国会的税改法案概括为7条内容 提升企业收入税率至28% 加强美国跨国公司的全球最低税率 通过鼓励全球范围内接受更高的最低税率 减少外国司法管辖区维持超低公司税率的动力 对利润丰厚但应税收入很少的大公司 适用账面收入征收15%的最低税率 对目前激励措施奖励无形资产超额利润的缺陷进行调整 并对新的研发投入给予更慷慨的激励 通过鼓励清洁能源生产代替化石燃料补贴 加强执法以解决企业避税问题 美国财政部透露 这项税收计划将会为美国带回约2万亿美元的公司利润 其中约有7000亿美元的联邦收入 来源于终止那些鼓励转移利润至海外的措施 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梅奥卡斯日前透露 虽然拜登总统已经取消边境紧急状态 且暂停国防部的驻墙预算 国安部可能恢复兴建美墨边界围墙 包括缺口 闸门以及边境墙完工 但科技设备上面安装的部分 梅奥卡斯表示 监督边境墙修筑的联邦海关与边境保护局 已提交一份可能落实的计划 近期由非盈利组织参院机会基金进行的民调显示 约53%受访者在特朗普卸任后 仍然支持新柱边境墙 7日 美国洛杉矶线警察部门称 高尔夫球星老虎伍兹在今年2月23日 发生车祸的原因是超速 车祸事故调查报告显示 伍兹当时的车速过快导致无法通过弯道 发生车祸时 伍兹的行驶时速为135到140公里 而他所在路段的限速为72公里 报告显示伍兹可能在事故发生时 把油门当成了刹车 警方调查时并没有发现刹车迹象 中国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 新发现6座祭祀坑后 多个与三星堆相关的商标被申请注册 除了三星堆 还有三星堆文明使者 三星堆火锅等 国际分类包括科学仪器 金属材料 运输工具 教育娱乐及酒类等 注册的公司包含餐饮住宿 电子商务 电线电缆等 这些商标的申请状态多为商标申请中 三星堆博物馆相关负责人4月6日表示 虽已经做了商标保护工作 但房不胜房 发现多家公司申请三星堆相关商标后 他们向商标管理部门提出很多意义 他们希望相关部门能加强对文化品牌的商标管理工作